本台消息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就美方侵犯中国主权发表谈话 王毅表示 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 不顾中方严正交涉 明目张胆到访中国台湾地区 这一行径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 恶意侵犯中国主权 公然进行政治挑衅 激起中国人民强烈愤慨 引发国际社会普遍反对 这再次证明 一些美国政客已经沦为 中美关系的麻烦制造者 美国已经成为台海和平 和地区稳定的最大破坏者 美国不要幻想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实现国家完全统一 是大势所趋 是历史必然 台湾问题是因当年国家弱乱而产生 今后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 美国不要幻想破坏中国的发展振兴 中国已经找到符合自身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14亿中国人民正在大踏步迈向中国式现代化 美国不要幻想操弄地缘博弈把戏 求和平谋稳定促发展图共赢是地区国家的普遍愿望 一个中国原则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构成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美方要做的是立即停止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立即停止打台湾牌搅乱亚太 美国不要幻想可以任意颠倒黑白 中方维护领土完整 反对国家分裂 合理合法 天经地义 王毅强调 台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是一个中国原则 中美和平共处的真正护栏是三个联合公报 以美谋独死路一条 以台治华注定失败 面对国家统一的民族大义 中国人有不信邪不怕鬼的骨气 有吓不倒压不垮的志气 有万中一心种植成城的决心 更有坚决捍卫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能力